视频中 教练兴奋的将拳红蝉高高举起 庆祝胜利 从而造就了蝉宝奥运夺冠的经典画面 这个教练就是中国跳水队 冲庆籍金牌教练刘奔 据他回忆当时是相当激动 像是举起自己亲生女儿一样 就想让他飞翔 他是中国代表中最效力的运动员 当时他跳出了一个完美的动作 刘奔教练这番话确实让人感动 虽然他只带了蝉宝一个多月时间 但是他功不可没 他为人也比较谦逊 赛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让他谈谈对全红蝉的看法 刘教练表示 自己只带了全红蝉一个月 因此面对媒体的采访 他也是蜿蜒谢绝了 全红蝉曾在一起访谈节目中 也谈到被刘奔教练举起那一刻的感觉 每天都在想 教练把我抱起来那一刻 至于是跟教练抱一会儿 好大个儿 感觉我好小只 抱起来那一刻 笑得有点痛吧 哎呦 一声就放下来了 蝉宝这耿直的回答 也太可爱了吧 提到刘奔教练 不得不承认 他的执教技巧和执教能力都非常出色 并培养了施庭茂 陈爱森 林月岛奥运冠军 曾经的他 同样是一名跳水运动员 1994年进入国家队 在1995年 1997年获得一米版世界冠军 2002年选择退役 退役后 刘奔进入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 2005年 他满怀信心回到家乡重庆 在运动技术学院担任教练 在这期间 施庭茂在他的执教下 夺取了世锦赛金牌 2013年刘奔凭借出色的执教能力 被戒掉至国家跳水队 2016年刘奔首次以教练身份参加奥运会 在这家奥运会上 陈爱森 林月 施庭茂都夺得了跳水项目的金牌 这无疑是刘奔教练最有成就的一年 这年他被国际永连授予年度最佳教练员称号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他又帮助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全红禅 夺取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奥运冠军 纵观他的教练生涯是非常成功的 在东京奥运会过后 考虑到全红禅进入发育期的原因 刘奔教练并没有继续执教禅宝 毕竟这个时候女教练会更合适些 此后陈若林便成为了全红禅的主管教练 虽然刘奔教练执教全红禅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他给予禅宝的爱 是毫无保留的 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呵护他的成长 然而在全红禅心中刘奔教练 绝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是刘教练照料了出进国家队的禅宝 在不达佩斯国际永连世锦赛夺冠后 当看到刘奔教练那一刻 禅宝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久别重逢时的喜悦 让禅宝激动的一路小跑 扎进刘奔教练的怀里 同时刘教练也宠意的摸了全红禅的头 这份深深的师徒情 让我们羡慕 一日为师 温情永波 这一点在全红禅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不曾忘记过帮助过他的教练们 哪怕时间再久 也不会改变这一点 如果你也喜欢禅宝的话 就请点赞加评论让更多的人看到 让我们一起为禅宝加油 祝他和他的教练们越来越好